求极限 那么求极限我们就先用1带进去 看看分子分母逼近的情况 这个呢1带进去的话 这里分子是0 分母的话呢1减掉1 这个也是0 0分之0 0分之0的话呢 这个是属于不定型 那当然不定型的话 我们可以用罗毕达法则 那么当然也可以呢 我们把这个无理式游理化 我们可以用无理式游理化的方法 那比如说我们用无理式游理化的方法的话 我们把分子分母游理化 分母游理化的话呢 我们是乘上 这个的游理化因子是x加根号 2x-1 x-1 x加根号 2x-1 我们把分母的话呢 乘开x平方 分母变成x平方 减2x加1 也就是变成x-1完全平方 要求这个极限 我们就可以先约分 再求极限 当x-1 当x趋近于1的时候 那么这个分母趋近于0 分子的话呢 1带进去 这是1加上1 这个是2 分母是0 分子是常数 那么这个式子又是正的的话呢 这个极限会等于正的无限大 不过是1-1 2-1 但是